原标题,土豪国家出手采购60架无人机,是非后果断退货,理由不如中国造众所周知,无人机是后起之秀,自从战场上有了它的出现,就改变了战争作战的格局。 而无人机也从当初简易的拍照侦查发展到今天的查打一体多种功能。 而相比有人战斗机来讲,无人机造较低廉,更重要的是,它不需要飞行员去驾驶,而在现代化的战兵中,飞行员被视为宝贝格他一样珍贵,飞行员的损失对于国家空军来说是不可估量的。 而无人机正好取代了这样的情况出现,但它不受时间、地狱、驾驶疲劳等因素的限制,这让很多国家都纷纷研究无人机,装备无人机。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研制无人机技术最成熟的国家,而它也是最早将无人机投入实战的国家之一。 所以,以色列新研发的仓路无人机刚问世不久后,以色列就想利用它打开国际这块无人机销售市场,但是放眼全球,只有中东这个地区的利用率最高。 于是以色列想到了沙特,但是,两个国家虽然同属中东地区,但并不是太友好,但他们都是美国大哥照着的小兄弟,为了缓和这种关系,以色列就派出代表跑到沙特软模硬炮,希望它能够买仓路无人机。 而这个土豪大国碍于美国人的面子,一出手就订购了60架无人机,随后,由以色列将全部无人机送到沙特。 沙特这个国家胜差石油,可谓是国力雄厚,不差钱,大。 部分武器基本上都是外购,所以在购买中也总结出来不少经验。 以色列送来这批武器,沙特并没有在货单上签字,也没有支付剩余的围款。 而是先提出钥匙机过后再负钱,非常自信的以色列很爽快的,就答应了土豪的要求。 但是在飞仅仅一个小时后,无人机就出现了意外情况,原来是以色列采用200马力的采油发动机,根本就满足不了沙特的预期要求。 而且操作指令程序又过于复杂,导致沙特飞远手忙脚乱的,随后将飞机果通报了沙特高层。 沙特立即向以色列提出退货。 而沙特官方认定,这款无人机属于不合格产品,并要求以色列进行双倍赔偿。 沙特认为,这款无人机还不及中国造的无人机,甚至是相差太多。 早些年,沙特就从中国采购过彩虹系列无人机,而且在中东地区的打击版政府武装时,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自从是飞不理想后,沙特说啥也不要以色列无人机了,而它乡中了我国的最新款翼龙腰第一无人机。 而近些年来,中国的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,这也是沙特想购买的主要原因。 沙特认为,这款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打击版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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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区, 沙特认为,这款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打击版本地区, 沙特认为,这款无人机在中东地区, 沙特目的打击版本地区的打击版本地区, 通常都戴背款本地区的打击版本地区, 沙特公cede原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